说相声没有要脸的 这倒是 刚才郭其林说的 他爸爸死了 对不对 真的啊 这个 不是 我说他是 他是真的敢付出 对对对对 他爸爸也豁得出去 二位下去休息一下 这场呢 又把我们哥儿俩换上来了 我们俩 我们俩 说是哥儿俩 其实不对 真不是 应该是 你儿 应该是 你儿俩 你儿俩 说清楚了 你儿俩 你儿俩 并不是有奶 就是娘 不是 也有可能是奶奶 别胡说 你动手 按辈分来说 我应该喊的叫狮猪 但是呢 我没有喊过 没有喊过 喊我的臭 你知道吗 什么叫狮猪 施猪 来啊 来啊 别着急 给我五分钟 我们下降台 走 走 台上抽 你算欺负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是有尊严的人 知道吗 那是 您的尊严都在脸上呢 别瞎闹啊 我的长辈 您客气 相声说得非常的好 不敢当 口齿凌厉 表演大方 您客气 那是郭德纲 出去 不是你说不说我呀 说您呐 您相声说得也不错呀 您捧我那是 打响就喜欢相声 是啊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 就参加工作了 在这个隔壁 什么叫隔壁 在隔壁吗 隔壁哪 北京动物园啊 杨大象 大伙都知道 对不对 都是你给说出去的 大象的瘦 你看见了是怎么了 什么叫大象瘦 我没胖哪去 大象都跟人养瘦了 没有 不赖我 好来从动物园出了 因为大象实在是太瘦了 大象给我写的辞职报告 大象替他写的辞职报告 大象说你走 大象说别让他养我了 我受不了 来 走走走走 这都是大象说的 大象说你看我都守着什么样了 走走走 大象就胖脸 哎 包饭响了 哎呀 风香嘛 哎呀 风香 大伙得开心 对不对 大伙得开心 这个后来从动物园就出来了 怎么还有动物园在这儿 我得圆回来啊 圆回来啊 就辞职不干 说了相声了 说了相声了 其实啊 人家里条件挺好的 是吗 当然了 富六代 您等会儿吧 富六代啊 现在都富二代 您富六代 我怎么六代 六倍人都有钱 哦 辈辈传 最有钱的就是他父亲 哦 我父亲 他父亲在北京通县有一个外号啊 北京通州区 对 大菜猪 哦 大 还是动物园的 说这人有钱啊 你懂 大菜猪 你懂 我的天哪 什么叫大菜猪啊 有钱吗 大菜猪 大菜猪的吗 有钱叫大菜猪啊 那叫大菜猪 还大菜猪 你爸爸还萝卜兔呢 你爸爸萝卜兔 真行 我有口音 我唱平人 你躲开 哪人 昌平的 你再说一遍 昌平 你离昌平还六百公里呢 知道吗 昌平的边缘 昌平的哪边缘呀 河南 你还跨于北京城呢 知道吗 那干嘛呀 那干嘛呀 哪口音的活儿八道啊 这大菜猪 就有钱 财猪吗 他父亲长得帅 我父亲帅 那人高马大 他不随的父亲 那我随 他随街坊 这个人呢 一旦随了街坊 就是 蹊跷 你这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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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没明白 我妈妈怎么街坊 你妈妈叫街坊啊 你还是有口音 那叫街坊 王街坊啊 街坊 小名叫邻居啊 对 入门叫借饼 那可不是吗 随着母亲 随妈 家里条件确实不错 是是是 有钱 有点钱 有钱有事 这人有钱有事啊 再有钱 他也有花完了的时候 对呀 吃完了花完了 这很正常啊 是是是 人家里有一件 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 我们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 了不起啊 什么呀 聚宝盆 我 你当时 我们家 聚宝盆 我告诉你 我都没听说过 你那叫神话 你的东西知道吗 什么叫神话 你没见过啊 没有 你兜兜兜 你别咬耳朵 你说说 说 我见过 你不如大致声说出来 我见过 不是 我们家的聚宝盆 我没见过 你见过 凭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前一段时间 我上通县办点事 路过他们家 我们家 我抬头一看 孙宅 对 这不孙宅吗 嗯嗯 这个孙宅 我这个孙宅 我跟你说啊 就这个孙宅 我抽你你信吗 你骂什么街呀 为什么总是抽我 废话 你站门口骂街 讲话吗 谁骂街了 你当我听不出来呢 大舌头骂街 骂孙子骂不清楚 有孙宅 北京的大舌头 孙宅 就这个 你当我听不出来呢 骂好几句还 挺像 孙宅 孙府 孙府 老孙家 路过你们家了 我们家对对对 这我得借你瞧瞧啊 瞧瞧吧 啪啪啪一打门 又到里边出了一人 我一瞧刘大爷 我说刘大爷 你好啊大爷 老孙家 我们家一敲门 出了刘大爷 这怎么出刘 出孙大爷 你看 别生气啊 别生气 我还没琢磨过味儿呢 这这么回事啊 刘大爷上你们家 串门去了 串门怎么他开门呢 你父亲可能腿脚不太舒服 你父亲前段时间跳楼 你忘了 你爸爸跳楼 你爸爸那样的 导致的 他父亲身体不太舒服 刘大爷来开门 这很正常啊 接纷帮忙 对不对啊 我说刘大爷 你好啊 您还记得我吗 谁啊 你看 好好看看 瞧瞧 我 我不认识你啊 老头家里没电视 我是送快递的 你有这么说话 什么送快递 什么送快递 不是就小月吗 认识啊 你要干什么 我说 孙月在家吗 谁 您等会吧 这是我们家吗 孙月 我呀 大胖子巨飞无比 没像个人样 孙月 您看后面两句可以不说 知道吗 孙月出去了 出去了 据我所知 昨日就出去了 刘大爷昨日就来了 那个 还有事吗 没事你回去吧 怎么替我们家逐客 替你们家逐客 这不太像话 没有这样的 我说大爷 孙月没在家 我瞧瞧老孙大爷 好不好 我父亲呢 你瞧他干什么 他有什么好瞧的 一个老帮菜 你瞧他干什么 这刘大爷怎么说我爸 那我进去 我都到这了 你不让我进去瞧 这都不像话了 瞧的整部是好事 大年底的 行吧 你进来吧 进来 你快点 不是老头干嘛呢 这俩人 那我进去吧 进去我一瞧 他父亲 就穿裤子呢 我爸不是 我说哼 我切开 等会儿 不看肉末 你等会儿 俩老头在屋里呢 你敲门老刘去开的门 我爸爸在屋里穿裤子呢 俩老头干嘛呢 玩了 我还不知道玩呢 我问你玩什么呢 不重要 你等会儿 重要 重要 干嘛呢 这是下棋 下棋你脱什么裤子 谁输了 谁脱一件 这不很正常吗 谁输了 谁脱 堵住吗 俩六十多老头 下棋 谁输了 谁脱一件 又没玩人 有没有外人 你觉得正常吗 很正常啊 俩半大老头子 连个老太太都没有 有老太太就不纯洁了 我还是避嫌 有老太太我倒是挺踏实 有意思 还是穿裤裤 那个 全脱了 老头臭齐老子 孙大爷 你好啊 你好 你是干嘛的呀 全部认识 我是小月呀 远远旁 我来看看您 孙岳不是没在家吗 正好我从这路过 我瞧瞧您 您身体挺好的呀 挺好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 怎么干嘛 催你走呢 瞧这有事啊 老催我走 干什么 干嘛 就这会儿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你会怎么了 你们家有一聚宝盆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也是道听徒说 听别人说的 也不是谁说的 我说孙大爷 我听说您这儿 有一个聚宝盆呢 您让我瞧瞧 瞧瞧吧 话音刚落 再看他父亲 怎么样 脸儿 掉下来了 我爸爸还会 戴着面具呢 怎么脸还掉下来了 变脸了 掉脸 就脸色变了呗 脸色不好看了 脸色不好看了 听谁说的 谁说的 我听别人说的 有没有啊 有 您让我开开眼 我就是想 我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您让我开开眼 要是没有 就算了 我抬腿就走 不耽误你们俩好事 好不好 不耽误你们俩下棋 下棋 不耽误你们俩下棋 小Z 这也就是你 换别人都不行 换别人我都不行 我让你看看 那什么 老刘啊 你先回去吧 是 反正今天玩的也挺刺激 改天 改天咱们两个人 您这用词不当啊 怎么了 什么叫玩的挺刺激 那是老头说的话 下棋下的很刺激啊 下棋下的挺开心 开心 开心 开心这个词就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 老刘 你先回去吧 怎么样 今天玩的特别的开心 啊 哈哈哈哈 我怎么那么不开心呢 你再回去 嗯 再看老刘 怎么样 满脸的委屈 吃亏了 啊 啊 这就结束了 那行吧 呦 那我走了 刘大爷就走了 这是刘老太太 刘大爷的 刘大爷 嗯 说的话 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 什么密室 秘密的房间 哎呦 再看那个门 怎么样 锁着呢 废话 说的话 他父亲 从兜里掏出一万多把钥匙来 多少钥匙 一万多把 一万多把钥匙从兜里掏 对啊 那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 站起来没跟上吧 一万多把钥匙 有腰带啊 有腰带管什么用啊 一万多把钥匙 坏了 嗯 老头儿瘦大了 怎么呢 忘记哪把钥匙 开这把锁了 我的天哪 怎么办 怎么 老头儿很聪明 有招 挨个儿试 这什么招的 怎么那么寸 最后一把就是 你咋那头试不好吗 门开开了 哎呀 天都亮了 开一小门 中间我买了两回饭呢 这中间留带来三次呢 老头儿还真积极 总算是开开了 进去吧 进去我一瞧 屋子里啊 只有一个桌子 桌子 一个大铁锅 大铁锅 别的什么都没有 让我很失望 让我很沮丧 没有聚宝盆 我说大爷 您这有点开玩笑了 哪有聚宝盆呢 是啊 这开门开了一宿 刘大爷来了三次 我买了两回饭 你别老说刘大爷是 我腻为他现在 不合适 聚宝盆在哪呢 这啥宝贝 那就是聚宝盆 你指的是大铁锅 这锅是 这怎么证明 他是聚宝盆呢 对呀 说的话 他父亲把手上 这个扳纸 露下来了 对那翡翠的 扳纸露下来 放进这个大铁锅里 放锅里 拿出来 放到桌子上 怎么了 再看这口锅 一祸 您别一惊一乍 再看这口锅 怎么样 还有一个扳子 就 一个扳子搁进去 拿出了一个 还有一个 拿出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这宝贝啊 当然是宝贝了 这有他 你过年包一个饺子 你过年包一个饺子就够了 我是不是有点小气了 太小气了 馅盒子 等灯子说不要了 把这个锅扣过来 再翻过来一瞧 怎么样 空锅一个 就是你搁什么能变出这么来 再看桌子上 满满一桌子搬至 哎呀 棒不棒 那宝贝啊 厉害不厉害 厉害啊 不是他什么都能变吗 对 这就棒 当然了 什么都能变 说的话 他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人民币 红色的票 废话 毛主席 毛主席 放进去 一百块钱 拿出来放到桌子上 再看这口锅 怎么样 还有一张 这就印钞机啊 拿出来一张 还有一张 拿出来一张 还有一张 多少钱 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 怎么花不了呢 号一样 你也是 你别白听话呀 换不同的小卖部去花掉 对啊 那么多少四小时超市呢 拿错不了 等桌子的时候不要了 把这锅扣过来 再翻过来一瞧 空锅一个 这宝贝 宝贝吗 好东西 开了眼了吧 太好了 我大爷 我真是开了眼了 真不错 真的很棒 我回去了 回去了 天也不早了 你看都亮了 好一天 我回去了 你别回去呀 怎么着 再吃点饭 还吃 吃点饭 我说我不吃了 我走了 行吧 那我送你 你这么大碎 你送我 不合适 别送你 我走了 那么大碎 我送你 别别别 他那么大碎 你这么大碎 送我 对对对 让街坊邻居听见 让街坊邻居瞧见 不合适 就老刘瞧见 不合适 没别的街坊了 我回去了 不行 我必须送你 我就不让你送我 别客气 我必须要送你 干嘛呀 你脾气大 我比你 我比你脾气还大 我回去吧你 怎么了 坏了 这么一推坏了 推他了 再看他父亲 紧退两步 怎么样 咕咚 坐锅里了 不 你 他那么大碎 这哪行 摔着怎么办 你连人家竞争 就没骨子摔了 说了不让你送我 你废的送我 怎么这么大碎 这么重的这手 锅里还有一个 大爷 不是 这人也能变 好好好 大爷 说了不让你送我 你付你送我 这么大脾气呢 你别 单单头 赶快把那个扣 还有一个 哎 大爷 行 好了 这么说三爸爸了 二位 二位 这边浓浓 哎 好了 行了 你赶快扣 扣吧 不大会功夫 怎么了 弄一屋子这个 哪个 什么叫这个呀 你说让你妈也着急 我妈怎么了 跟哪个过 不跟哪个过呀 我都送你们家去 我 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 什么主意呀 把你妈推过来 没听说过 素配啊 这这这 你有无数的家 你给我躲开 讨厌了这人 我还以为真的宝贝呢 拿你们家打产是吧 没有你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你拿我开个玩具 你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我整一屋子 怎么办呀 我这 开玩笑怎么开不起玩笑了 不是开不起吧 你哪 你 没有弄一屋子这个 你挣的就是开玩笑的钱 你知道吗 我谁挣开玩笑的钱了 就是你啊 凭什么呀 你还不高兴了 怎么 余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 人家说什么了 从来没有埋怨过 余谦祖宗十八代死光了 那不是真的 您这也不是假的呀 我这活着呢 我这都 这是跟您开玩笑了 你别开这玩笑 他们有钱 是真的 有点钱 格外的疼爱他 这倒是 这也是真的 疼我 他们家人特别少 人少是吗 对不对 你这辈就你自己 我这辈 对对对 没错吧 但是他父亲多 我 对我一屋子呢 你等会吧 你才父亲多呢 你父亲这辈人多 哦 父亲这辈的人多 当然了 哦 谁呀 你大爷 哦 有大爷 对吧 你看啊 你大爷 你大爷 是吧 你看你大爷啊 你大爷 各位听见了吗 怎么着 有骂街的嫌疑 看见没有 不是 不是 没有嫌疑 想多了 就是骂街的 我骂你了吗 废话 你骂我三遍了 打孙子那儿 我都没理你 我告诉你 这不是算吗 你看啊 你大爷 你有一个大爷 你有一个三叔 是 你有一个二大爷 我还有二大爷 老哥仨 到他这儿救他自己 这叫什么呀 千请地 一棵苗 你那会儿不科学了 这个 你那会儿 我有一大爷 对 我有一三叔 我还有二大爷 这里没我爸爸 哪儿呢 红维伯 还挺年轻的啊 我怎么不认识 旁边的是老刘吗 玩去 把手给我撒开 脸还手牵手 老刘这里 别闹去 我爸没头发 你管你父亲 叫二大爷 对不对 我管我父亲 叫二大爷 对 你管你爸爸 叫四舅母 干嘛 四舅母 废话 什么叫二大爷 就我爸爸行二 你爸爸行二 对对对 你大爷 你父亲 你三叔 老哥仨 是 到他这儿救他自己 就我一人 你看这老哥仨啊 你大爷 我大爷 没儿没女 对 你三叔 不孕不育 没错 到他这儿救他自己 难为我三叔的有点 我大爷没儿没女 我三叔怎么能不孕不育 你三叔不孕不育吗 我三叔一个人 顶多是不育 那谁不育 你大娘 你三叔跟你大娘 不育不育 您等会吧 你大爷 别我大爷了 你大爷比较近 我大爷该急了 知道吗 我三叔跟我大娘 不育不育 那像话吗 我大爷跟我大妈 不育不育 大爷大妈不育不育 我三叔 没儿没女 三叔没儿没女 为什么 古老头子 老光贵 老光贵 大的父亲这儿 就他自己 对我 千请地一颗苗 对呀 刚有他的时候 我的天哪 怎么了 格外的疼爱他呀 三尖的喜欢我 他生起来可难了 他生起来那会儿 十七斤 我说我没见过 十七斤早产 早产 我要顺他那多少斤呢 早产 我早产还十七斤呢 早产是顺产吗 你等会儿吧 我要按日子 生的多少斤呢 反正十七斤 没听说过 生起来十七斤 七斤 十七斤 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 特别胖 他母亲那个奶水啊 不是特别足 十七斤还不足呢 怎么办 疼爱他呀 为了他请了四个奶妈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四个奶妈啊 四个奶妈 是为我吗 是 四个奶妈 四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 废话 那不带着奶来的 就不是为我来的 知道吗 一个比一个足蹦啊 您比会儿过分了 您比会儿过分了 过分了 你把摄像机给我关了 要不然我不说了 都关了啊 我家手不可能外扬 今儿过年了 我开心啊 给我关了 特别的足蹦 你知道吗 你叫叫叫 好家伙 你太高了 早上起来四个奶妈 甩着奶来 你知道吗 没听说 什么词这 什么叫甩 他不是 祖啊 走你 早上起来就来了 背着大领 你把那个给我关了 你女同志再来一个 有意思吗 羡慕吧 你先说你男妈吧 是不是没甩过 又请了一个厌奶师 什么 厌奶师 你怎么眼泪都出来了 废话 那么着急干什么 你请厌奶 外边请一个 你费那劲呢 那谁来 让我三叔来啊 那么成了呢 你三叔没经验啊 那我大爷有经验 这好吃的 别便宜外人的 你大爷 你大爷 骂什么街 跟着 验奶师 咋起来 一个奶妈 发两个九欧 九欧 欧吗 欧 用个欧吗 你懂 就九中就完了 别欧了 你装什么文化 九欧 我们老家都说欧 老家话 一人发一欧 就九中 一人一个 四个奶妈 挤出来 干嘛 挤九中 你干嘛 投手的呢 投什么手的 互相挤啊 没听说 不过这四个人忙着了 我干 互相挤嘛 自己他难受 不是吗 挤出来 八个九欧 一人俩 那你以为一人几个 我以为一人一个就够了 不够 足棒啊 足棒 那是 足棒的还用几啊 你是不是弥补童年的空缺呢 那么开心呢 我就喜欢这段 知道吗 传统像是没有这段 好 挤出来 放到太阳底去晒 说这八重奶 晒它干嘛 晒 看有一层油皮 这不能喝 为什么呀 毒奶 油皮都不能喝 不能喝 没有营养 油皮都没营养了 青奶不行 太青 没有营养 全没营养 里边有黑点 不能喝 怎么呢 没有营养 我还以为珍珠奶啥呢 黑点呢 这个奶泼到墙上 流到地上 再一看 喝不了了 怎么喝不了 收不回来 您这意思是 就这一杯好奶 还泼着墙上呢 燕奶是一条 这个奶好 四号奶妈 四个奶妈 四个奶妈 四号奶妈甩着就过来了 我 就伺候你 伺候奶妈 伺候我 那好不是吗 伺候她 就喂她奶 喂到十八岁 这个奶妈 坚持得住吗 我是没有问题啊 这奶妈 带着奶 得坚持十八年 我告诉你 谁要把这段 传网上去 我跟你急啊 我一是英明 我就毁这了 知道吗 没听说 我吃了十八岁 像话 后来这个奶妈 爱上她了 哎呀 这坏不是我爱上她啊 格外的疼爱她 疼我就为了 太疼你了 你爸爸 尤其你爸爸太疼你了 为什么这么疼我 为什么这么疼你 有原因 您说说 在没她之前啊 她父母结婚很久了 是 没有孩子了 有 突然间有一天 她母亲半夜 做了一个梦 做梦 梦就南天门开了 天上 南天门开了 它里边出了一个牛 牛 牛驼着一老太太 穿着唱戏的衣服 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 这小孩脖子上有个锁 锁 上写四个大字 什么呀 长命半岁 哦 半岁 半岁 百岁 百岁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老太太身后都一男一女 一个人手里拿一大索了蜜 索了蜜 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 你母亲接过来 扑吃一乐 醒了 你 掉天 你懂你懂 咱能不活儿八道吗 没有啊 都这么大的腕儿了 我说 你再说一遍 都这么大的腕儿 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 你不要脸呢 你要早说这句 刚才我就不说了 你知道吗 什么足棒 什么甩来甩去 我就不 哎 我真说这句 你真不说吗 我真不说了 不可能 你不是那人 你就不是那孩子 别买 我还不能开心了吗 废话 就是风向了 我还不能开心了吗 你是开心了 我们家都乱了 知道吗 没乱 挺好的 你都吃到十八 你闭嘴 你不是理解 理解我的心情 太不乐意了 废话 你等会儿 您别胡儿八道啊 您这做那梦 您问问再说 知道吗 南天门开了 南天门开了不错 它里边出了一牛 那不是牛 那谁 出了就是神兽麒麟 郭麒麟 而且 郭麒麟 土耳老太太 你叫 没听说过 郭麒麟豁得出去呀 没听说过 那是麒麟神兽 麒麟神兽 对对对 驮老太太 这是宋子娘娘 宋子娘娘 这叫麒麟宋子 穿着唱戏的衣服 凤冠狭配 怀里抱有小孩 小孩是我 就是你长命半岁 百岁 半岁都死了吧 老跟人家急 老刘 我给你这么说 咱们别老这样 长命百岁 后边一男一女 金铜玉女 一个人手里拿一大 缩了蜜 还缩了蜜 那叫龙风扇 还缩了蜜 举了棒棒糖不好吗 一点没文化 把这孩子接过来 你母亲 醒了 那是 第二天跟你父亲沟通 你父亲也做了一个 同样的梦 梦梦相同 是是是 不到一个月 怎么样 他父亲怀孕了 我爸爸怀孕了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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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送错了 知道吗 也送过你父亲来啊 没 这我父亲梦见了 我母亲怀孕 你母亲怀孕了 不到一个月 她母亲怀孕了 还真快 跟她父亲没关系啊 有有有有 太有关系了 你说没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 有有有有 好吧 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 你这形容这干嘛 你 是不是 行行行 行行行 就这样吧 第一次听下人说 就这样吧 是 什么底根的 我也想那四个奶妈 还行 你母亲怀孕了 对不对 说十月怀她一朝分娩 是是是 她 她母亲 怀她十个月 怎么样 没生下来 没生下来 早产那儿 瞎说了 哦 不是早产 十七斤啊 能早产吗 您这么一笔 我一片呢 这是 没有这么笔 我对你 没生下来 十个月没生 十一个月都没有生下来 我 有人说了 秦始皇十四个月才生 对秦始皇 他十五个月都没有生下来 我比秦始皇还晚 到了十七个月的时候 怎么了 他父亲着急了 不 十一个月就得着急 十一个月就得着急 这还等小半年还得 这心也太昏了这个 到十七个月的时候着急了 哦 着急了 就怎么办 怎么办 老刘你说怎么办 怎么 还要老刘呢 你让老刘出去吧 老刘你说怎么办 肚皮上写的呢 写什么 保质期十八个月 过期不能要了 我妈是罐头 你说 这怎么弄 老刘说了 赶紧请来四大名医吧 又喝 啊 我知道你爱他 臭嘎尾的 好 这老刘是这不正常 北京城请来四大名医 四个医生 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 这四个流氓啊 这是 这四个有名的流氓啊 摸索半天干嘛呀 那那浩麦 浩麦这不就摸这儿 对对对对 啪一下 浩麦 按在那儿浩 浩麦有人是怎么着 浩麦吗 就搭着这儿就完了 好 走 对 摸索妈脸呢 这是 浩不出所以然 废话 你摁错地方了 怎么办 又请了一个九十多岁老中医 九十多 九十多岁老中医 走进来 摸索半天 浩 浩 浩半天 浩哪呢 对 昊出来了 出来了 恭喜先生 贺喜先生 恭喜什么呀 您的夫人 怀孕了 对 用你告诉我们呀 快十八个月了 我早就知道怀孕了 早就知道了 谁问你这个了 这十八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有出生 这怎么回事呢 你问怎么生出来 哦 稍等稍等啊 真行 这大夫亲 恭喜先生 贺喜先生 您的夫人 给您怀的是一位 令狼 狼 他父亲一听 怎么着狼 白眼的四眼的 我天 四眼狼 白眼狼 我害怕 令狼公子 令狼公子 大少爷 可是我们不能报喜 不报忧 忧 我们保大人 保不了孩子 保孩子 保不了大人 母子可不能双全 你说这怎么办 怎么办 他父亲一听 怎么着 母子不能双全 是 我都不要了 我都 都要 老刘 老什么刘啊 我告诉你 这里就老刘讨厌 你知道吗 要没他 我可能早扫产 再看老刘 都不要了 没有老刘啊 都得要 我都得要 都得要 是 都得要 没有关系 你得多花钱 花钱 花了多少钱 现在的话来说 人民币四十来万 四十来万 又取一个 什么叫又取一个 四十什么 四十来万干嘛 有贵重的药材 贵重的药材 其中最贵重的 一个药材 什么呀 铁甲将军一对 房道门 房道门干什么 房道门给你钱了 没有啊 那怎么铁甲将军 这不是房道门的名 四个浪 文言文就是 四个浪 文言文叫 枪狼虫 不是 四个浪 什么药材 这叫 药材呀 不好弄着呢 这有什么 不好弄的呀 找一垃圾厂 灌上水 不都出来了吗 您说那是 普通的四个浪 我们这还不普通啊 什么 四个浪 好东西 分产地 好产地 当然了 什么产地 橘红化粥 橘红 恶交山东 东俄恶交 红花西藏藏红花 是 四个浪 就得印度四个浪 我头会听说啊 不是 为什么得印度四个浪 离吃到劲 吃到 热到肚子里 死不了 哦 热到肚子里 您能玩 活着吃啊 啊 不这这什么药 我这 赶紧打发人去印度买 没有三天就来了 是啊 顺风啊 特别的快 给你广告的是什么 来了以后 老中医亲自 看着你母亲吃药 看我妈吃 两个屎可浪 缺半个腿 勺半个爪 可就满完了 这咸可就白花了 是啊 两个屎可浪 吃下去 不到十分钟 你是咕咕坠地 平安降生啊 灵啊 没灵啊 怎么这么灵 没个不灵啊 怎么呢 屎可浪下去 推着你就出来了 对对 你才分球呢 你爸 这一捏 再吃